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奇火奇权》一周全攻略 略为recap,上星期五作为回顾我略为提过 提到市场比较静,恒生指数人身报复较低 我自己来说会比较傾向地留意 月中打后去做long的机会 相对性来说,因为未到月中的机会 就开始要比较等待的情况 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相反来说,在股票期权来说 你会见到,在人生报复来说 恒生指数是大约20W 但是有些股票期权来说 那个Wall是明显高过股票期权的 而我抽了其中几个 比较吸引的股票作为例子 去跟大家说 这些相对性来说 比较回到一个吸引的水平 可以留意这些股票期权做short pull 而你看我在这个节目来说 一来,这个节目是以指数期权为主 我很少说股票期权的 但问题就是指数期权 例如我上星期五的时候 还未开始看到有什么特别的机会 所以说一说股票期权的原因 就抽了几个例子去说 这些都是相对性来说 比较直播的股票 那时候也提过一下 你会见到的情况就是 上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我提出那些股票收市价 是这样的位置 今天开市价这些位置 今天收市价 基本上你会见到 我无论和上星期五收市 和今天开市 都是有胜伏的 大使来说 就是恒生指数 今天也是 略为跌几十点 这一大问题 你看我推的那些 基本上全部都是升的 而今天开市之后 那些股票是 略为跌低一点点 你在那些位置 来说去捞位做short pull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开仓时机 我只可以这么说 如果说大市来说 在上星期五 我有略为提过 情况就是 市市在这些区间 是横行留皮 正在突破的情况 初步来说 拿了2430 即是这条 横线这个位置 和下面8月3日 就是2412 作为波动区间的上下突破的位置 但是你看看今天的市场来说 最低 去到二三九八 来说 就跌低过我之前所说的 8月3日的低位 那问题来了 我们真的做trade 老实说 看市 当然固然重要 第二的情况就是说 直拨轮 什么时候开仓 策略怎么部署 这方面其实 都是一种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我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提及的情况就是 比较直播 我会靠着中大学 去找机会做trade 所以基本上 就算跌穿了我 之前提及这个低位来说 我都是先看着 未真正做仓 第二种情况来说 就是开我期止15分钟 我一直以来经常说的图 就是说 头15分钟高低位 在升至川边一边去判断那天 有机会走的主要方向 那你会见到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说最近你看到 期止15分钟图来说 第一支8 就是那个9点15分 至9点30分 那个高低位 那你会见到 整天都是不太中的 很正常 这是某程度上 是一个追突破策略 在破了一边 就以一个那边 去那边做仓的主要方向 但是刚才一个市况 在这么厚皮的情况下 不肯定是很正常的 那问题就是 你这一世来说 你不可能会找到一个方法 天天中的 所以来说 你是要用其他东西 令到你的胜算增加 增加多一点 而 你用期止15分钟高低位 去炒的话 一是 你就好像trade期止 那样 天天真的stake on 这个方法 以这个方法做trade 那破了一边的方向之后 以后 你就去尽位 去做扎檄的动作 如果你继续 一直长期的做 你终于可以找到他 比较不错的赚钱的机会 但问题就是 因为方法 你没可能直接做 只不过按比例计 中的机会率 多过了输的机会率 相对性来说 你是要扣次数 即是说 节日做 去令到你的胜算增加 但問題是如果我現在不是炒其子 我現在是考一些中短線 例如說幾天或一個星期的機會 你論上來說你就要做一個篩選的動作 我不是每天做 我是找一些相對性機會率比較高的情況去做出 相對性機會率比較高的情況去做出 其中一個例子是正如我上星期五提及的 行申指數期權這樣計 中打後期權金相對性比較小 現在的窩囊開始變低的水平 相對性付出的期權金相對性比較少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再用這些方法 期之十五分鐘高低位去薄的話 就算輸,輸得少些 但直播率會高些 這是其中一個考慮性的因素 第二個考慮的因素就是 要利用其他策略去增加勝算的可能性 今天提出其中另一種方法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勝算來說 我自己覺得 又未至於去到很高的 不過市比較靜一點的情況下 就沽車拿這個方法跟大家講一講 但問題就是 只適合一些比較進取少少的求資者 首先 剛才十五分鐘後 留了一件事不記得跟大家說 在市況比較淡靜的情況下 還有一件事要特別的留意 就是說 近來不成功的話 一來市場是比較牛皮 所以相對性來說 勝算會相對性比較低了 第二種情況就是 你會見到 在不成功的情況來說 通常是怎樣 是在前十五分鐘之內 即是九點十五分鐘至九點三十分鐘的時間 其實嚴格來說 應該算是 期間是開市價的 我簡單說 當作是九點十五分鐘至九點三十分鐘 你會見到 第一支巴士來說 其實它的波幅已經走幾百點的波幅 在這些情況來說 你再利用這個作為一個突破位 去找方向去做 開掌或鼓的動作 相對性來說 勝算又會低一點 正常來說 如果投了15分钟,高低位相对性的波幅是没有那么大 突破了那个方向来说,胜算会再高一层次 这个你又要再做一个叫做筛选的动作 先回来 今天想和大家说的策略是一套组合的策略是动态式开仓的 就不是这么死板的 首先,在现在的市况这么牛皮的情况下 老实说,它爆上还是爆下,我自己也不太肯定 在这种情况来说,恒生指数的影韩波幅又去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我会建议同一时间,上面开张Long Call 以今天的收市价计,价外400点就大约是Long Call 8月份,即月份的期限,25000点 同时间来说,下面再开张Long Call,即月来说是23600点 就组成一个勒出息期限的组合 开了这套仓,最大的缺点就在于 你如果开了这套仓的情况下,市真的在这里牛皮皮的话 你就会亏了那些期权金 正如之前所说,市首先一来引申波幅开始 现在去到一个比较吸引小息的水平 二来市在这段时间来说,其实都牛皮了一段时间了 迫是迫是迫它,有机会在某一个方向爆 开了这套仓之后,开这套仓的情况下,有一个规限 就是期指要在24,200到24,600才开这套仓 即是说今天收市价格计,期指收市是24401,即24400,即2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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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即是这两条下息线位置的情况下,先开这套,上面Long Call 250,下面Long Put 236,记住,是做职劫,开这套仓之后,如果市场突破某一边,另一边确认了突破某一个阻力,或者是向下突破某一个支持的话, 另一边的Long Call,我会斩开,所谓的突破位置都是,就拿回7月30号这支阴烛的位置,就是24831,作为一个短线的阻力位置,今天因为市场突破了之后,就夹上去,某程度上有短线的承占能力,这个作为短线的支持位置,我就拿了23980的位置,首先你现在的市场在24200至24600, 这些位置,我同时开Long Call 250至Long Call 236,和Long Call 236这套仓,开完之后,我不知道市场会否爆发,等待,假设它向上突破,7月30号,这个位置24831,我假设它是有机会向上突破,在这种情况下来说,我套Long Put,Long Put加Long Put,Long Put过去,我就会斩了, 正是留一套Long Call,去博,如果升穿了这个位置,Long Put斩了,就博,只留一套Long Call 250,同时间来说,我在上面,再補一套Long Call 256000,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其实,市场在现在来说,都是比较厚的匹配,我是博市场,就算冲上去,都不会有很大力度,会扫上面这些位置的,所以组合就会由一开头,上面Long Call,下面Long Put, 变造,上面Long Call 250,下面将Long Put斩了,就组合Long Call 250,再在上面補一套Long Call 256000,什么时候做一个平仓的动作呢?就是说,到这张Long Call 250,由隔外变隔内,就是在25000点以上的情况,整套牛夸,就平了去,去做一个获利利场,如果一个市场,它升不到25000点以上, 通常理动上来说,它向下跌穿了,如果未来有一天,你跌穿了那天,头那15分钟的低位来说,我将Long Call,我假设短期有机会见了顶,那时候,那时候,我将Long Call,我就斩了去,就只是组合Long Call 256000,这样这样,所谓突破这么多,记住了,如果我突破这一个高位,7月30号24831,作为例子来说,突破那天,不是这样升穿,就当突破的,要是穿了那天的15分钟高位, 所以才当去穿,留意着这件事,那反过来,如果市场开了Long Call加Long Put,这套组合的情况下,它不是向上,它向下突破,突破了今天这个低位,23980,所谓突破的,记住,要跌穿了头在15分钟的低位,那就会变成上面这张Long Call,我斩了它,只是留一张Long Put23600点,同时间来说,再加一张Shop Put8月份的23000点,组成一个熊市夸架组合,平仓的话,一样道理了, 如果这张Long Put的油价外边加来,即是说,那时跌低了23600点以下,开始找位,就将整套仓平了它,如果它没有油价外边加来,它是反过来,升穿未来每一天的15分钟高位的话,那我将Long Put都平了它,就是留一张Shop Put23000点的恒西加的期权在这里,这个组合,讲来讲去,最大的风气是哪里呢?第一,开了仓之后, 第二,如果市向上突破了一边,我下面那张仓斩了去,只是留一套牛夸的组合的话,那市跟上就回落的话,我当时那张仓占不到千英华斩了嘛,不过问题就是,我那时候开了张仓斩,变成了牛夸组合,那个风险相对性来说,输的钱的情况来说,都会控制了少了,那这个是一个策略,在现在比较静少的情况, 逼迫去突破,令到风险又减低少少,去适合一些比较进取少少的求知者,方便大家去做参考,那就是这个星期五,做回顾的时候,就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套策略行不行,OK?那就是星期五再和大家检讨一下这一套策略,OK?多谢大家支持,多谢大家,拜拜!